村里一对年轻的夫妻在外面打工十多年 总共存了三十多万 他把三十多万拿回来老家建房子 他的房子是承包给他一个亲戚建的 本来这三十多万是包括七强 粉砂 康架 可是现在建到了一半 他就说把这个钱用完了 现在也已经停工了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看看现在就用完了这么多钱 看看这个房子建的值不值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我们已经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栋房子 建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像一栋小别墅 然后这里旁边有点大马路 两层半的话加起来 好像是有三百多个平方 可是现在建到了一半就突然停工了 听说这个钱就已经用完了 等一下我带大家到里面去看一下 看看建的值不值 可以看一下总共是两层半 然后这里外面还可以再做个院子 住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背后呢就是山 所以这里住起来的空气 房间还是挺好的 现在呢我们就到里面去看一下 看看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路径的大门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第一楼呢就是已经切了一部分砖了 隔壁我想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一下 应该这里就是一个大客厅吧 然后呢窗户也是建的挺大的 环境还是相当好 还可以啊 这里旁边呢可能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厨房还是什么样的 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到二楼去看一下 看看二楼的结构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到了二楼 二楼就是这个样子啊 模板的还有一些在这里 模板的还有一些没拆完 大家看一下 顶上的还有 房间还是相当好的 对面就是大山了 三楼也是这个样子 一些顶梁柱一些模板 都还没有拉开 房子的结构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楼切了一些砖 二楼呢那些模板的还没有拉走 还没还没拆完 三楼也是一样的 就已经把这个钱用完了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建的值不值 刚才也简单 大家也看了一下那个房子 康家结构的 一楼呢就随便切了一些砖 二楼三楼呢 砖还没切 就已经把这个钱用完了 大家觉得 现在就用完了这些钱 这个房子建的值不值 有没有看视频的网友懂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一下 好了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